大家好,我是猫外婆Rekko 今天又到了更新呼声超高的猫咪Vlog时间 为什么你们都不想看我的Vlog 经历了两个月的成长,这群小朋友已经长大很多了 35天以后小猫就可以开始慢慢离开母乳了 所以今天小朋友们要上的第一课就是自己喝水 一定就会有人问了,喝水还需要浇吗 对,小猫喝水是需要跟着母猫来学习的 特别是像一短这种塌鼻子的猫咪 它们会把自己的鼻子和嘴巴一起放进水里 这样会导致它们呛水 呛水会导致开始离乳的小猫害怕自己进食 会过分的依赖母乳或者是奶瓶 这次是这群小朋友第一次看见蒸在盘子里的水 它们学习的不是特别好 但是多来几次就会习惯了 接下来就可以试着让小朋友们自己吃东西了 刚开始的时候 老大和老三根本不愿意自己吃饭 它们就一直守着我让我给它们喂奶 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能心软 宁愿让它们饿一顿 也要让它们学会自己吃东西 发现再也没有奶瓶了之后 小朋友们吃饭还是非常乖的 很长的一段时间 小猫都会是一个吃了就拉拉了就睡 睡醒了又吃这样一个循环 然后呢它们基本上都会靠在一起睡 这样更温暖也更有安全感 但是我们家老六还是继续延续了它非常独立的这个个性 我给它们搭了一个三层的猫爬架 还为它们准备了一个双胃的厕所 如果你家也有养小猫的话 一定要记住在天气转凉的时候 及时为它们做一个保暖的工作 因为这个时候的小猫抵抗力非常的弱 天气的这个变化很容易就让它们感冒 然后软变甚至是腹泻 这个时候纸箱呢就是一个非常温暖的选择 在这里的小猫抵抗力 平时我只要一有空 我就会跟我们家的小朋友们玩 这样呢可以通过玩耍 很好的建立我和我们家小猫之间的一个信任纽带 在这样生活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小猫 会非常的活泼而且粘人 我个人是非常的反对 一些人对他们的猫进行聋养 或者是脖子上细绳子 永远拴在一个地方进行圈养那样的方式 那样成长起来的猫性格会非常的顾僻 甚至会出现抓人咬人这样的情况 然后他们又会因此被称为恶猫 其实这些都是跟他们四主的饲养方式有关系的 虽然猫咪的骨子里更多的是独立以及爱自由 但是一旦他们和主人建立了友谊 他们其实是像狗一样的聪明黏人甚至随叫随到 我们家老六真的是吃的最多长得最胖的一个孩子 而且他也是发育的特别好脑子特别好使的一个家伙 那天是我第一次发现他会用猫抓板开始磨指甲 真的吓我一跳 因为所有的小猫就连笼子都还跳不出来 但他就一个人可以自由进出 然后还会抓猫抓板了 这个懒洋洋的家伙是我养的第一只猫 他的名字叫做周末 我觉得差不多是时候让小朋友们来见一下这位小姨了 我其实最开始还挺担心周末会不会欺负这些小朋友 但是其实周末的反应还真的挺怂的 经过两个月的时间 小猫眼睛上的红膜已经完全退去 展露出他们眼睛真正的颜色 所以说你们会看见小朋友们的眼睛从灰色变成了现在的琥珀色 今天老六想要和我的手指玩一下躲猫猫 慢慢的小猫开始对爱抚有一定的概念 就这个时候你去摸他们 他们就会开始闭着眼睛 然后露出那种特别享受的表情 我们家老五就是最会享受的 就一有机会他就会钻进我的怀里 然后让我去摸他 老二和老三呢依然就是形影不离形的 就是我总能够看见他们两个趴在一起 老大呢就还是一副大家闺秀那种乖巧的样子 然后很黏人 依然很黏人 至于老四还是一副睡仙的样子 就永远处在一个喝奶喝醉了的状态 小妹妹 你睡觉的姿势很别致呀 好了今天就让小朋友们好好的睡觉吧 因为下一回他们将经历猫身中的第一次绝望 小朋友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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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